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对客的同事 所以也是前线人员是比较需求多些的 餐饮的主要服务人员 无论是一些适应生或者一些款节人员 这个我们暂时是最需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有间餐厅现在在装修 将会重开 因为始终是一个新的餐厅开业 期间的配分或者所有的筹备工作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exposure 给我们新的同事 客务部有些前线的工作 例如行李生或者一些款节员 款节主任等我们都有些空缺 这个我们都希望吸纳一些新的入行 不只是读酒店的同事 或者读其他课的毕业生 如果有兴趣也有心去置业 在这个酒店里面 其实我们都欢迎他们来申请 因为我们酒店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集团 其实有很多内部的调声 无论在自己的酒店 或者在海外 或者在其他内地的酒店 都有很多晋升机会 除了工作的安排 是适当给我们的同事之外 我们都安排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或者一些福利 是令到他们觉得有一个归属感 在公司里面 例如我想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些 譬如我们的员工餐厅 会有一个地方 是特别给我们的员工吃饭的地方 里面当然有不同的菜式 令到我们的同事 有不同的国籍的同事 都会有一些适合的食物 既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活动 我们关乎他们的身心健康 福利上我们都会安排到一些 譬如婚假 结婚假我们有一星期 另外我们有市产假 就是两个星期 做满了一段时间之后 如果去入住我们回海外的酒店 他们其实是免费可以住的 放假之外 可以感受一下其他酒店的文化 或者其他酒店的做法都可以 还有我们都会鼓励到一些同事 回馈社会的责任 所以我们在同事要领养小朋友的时候 我们都会作出一些支援 以及一些金钱上的资助给他们 我想其实酒店业的服务人员 最重要是在性格方面 要比较开朗一些 或者要喜欢和人接触 也都会在接触技巧方面 要做得好一些 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国籍的人士 其实学历我们都不是太重要的 最重要他语言能力 可以接触得到我们的客人就可以了 例如在英文和普通话方面 要可以沟通得到 如果再识多种一种语言 就更加会理想